妹子被一群士兵追杀 慌张拽住缆绳逃命 可还没有滑多远 就被后面的士兵疯狂射击 伸中数剑的妹子 凭着最后一口气 终于滑到了对面 并且幸运地遇见了一名猛男 猛男白捡到妹子后 立刻就将他抱向了小树林 还为他拔出了身后的毒箭 这时追兵也赶了过来 猛男反手掏出大宝剑 像砍西瓜一样 一刀一个击杀了追兵 解决完小喽啰后 妹子吊着最后一口气 祈求猛男给他办事 事成之后就答应猛男任何条件 猛男名叫柯南 答应妹子后 他就起身前往了藏剑谷 并且找到了妹子的妹妹桑桑 桑桑也是一名绝顶高手 从小被神力大师选中 18年的时间里 一直都在藏剑谷苦练高超剑术 柯南见到桑桑后 瞬间就被他的魅力所折服 甚至连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 回过神来的柯南 才缓缓告诉桑桑他姐姐遇害的事 得知姐姐快要死了 桑桑直接喊柯南赶紧带路 在柯南的带路下 桑桑终于见到了奄奄一息的姐姐 姐姐告诉桑桑 他们的国家已经被戈登女王灭了 并且神器也被抢走了